今天给大家接着带来这部关于悬疑的韩剧《卧底》第八章 上一章我们说到,贤哥拆除了秀姐办公室的摄像头 大雄也猜到了潜入的是贤哥 而另一边阿勋经过调查,成功发现了幕后操作人员中 但是功亏一愧没有抓到 阿秋也被攻查处的正义感动决定弃暗投明 回到本集,被污蔑害死金太烈的阿斗突然出现 可惜,他还没告诉贤哥更多情报,就被人杀了 贤哥去追神秘凶手时,对方已经开上了车 眼看追不上了,贤哥奋力将可以追踪定位的手表扔到了对方的车后头上 这手表有点太高级了吧 第一次听说,可以追踪定位的手表 紧接着,贤哥突然遇到警察盘查 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将手机关机和钱包一起藏进就衣服回收箱 紧接着乖乖束手就擒 这个画面转变太快,刚刚咱的贤哥还是追人的那个 转眼就变成被人追的 大雄带人暗中看到贤哥被抓 这时他收到了神秘杀手发来的阿斗死亡照 大雄一面吩咐手下给神秘杀手会过去尾款 一面叮嘱手下,今天的是不准外传 此刻,阿斗的命案引来了很多警察 被问询时,贤哥爆出了神秘杀手的车牌 结果人家用的假牌,根本查不到 想想也是,行凶讲究的就是一个滴水不漏 那种在现场非得留下点标志的,只能说太中二了 这么一来,贤哥就成了被问询的主要对象 无奈之下,他爆出了自己的本名李哲魁 警方用设备一查资料,都对得上 正准备将贤哥考回去审问时 贤哥突然抱走,打倒警察逃逸 他先去拿回了手机和钱包 紧接着开上自己的车,打开手机 记住手表的定位后,又关了机 这一顿行云流水的操作,不愧是本剧武力值的巅峰 连警察都说打就打 另一边监控警方动向的大雄,得知贤哥本名暴露 而且还打伤警察逃走 顿时感觉事情有些失控,头疼欲裂 让大雄这么狠的角色,都觉得头疼 咱们的贤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此时秀姐这边也是大动作不断 他以妨碍公务,隐藏证据的嫌疑,把眼镜抓了回来 秀姐放话眼镜不肯把强书案件的证据还回来 就得乖乖坐满48小时的关押实现 此时,盛九一直给贤哥打电话,没人接 于是打去医院,一问才知道老李已经过世了 贤哥这些听说去照顾老李都是骗人的 秀姐回家时,就看到盛九彻底自闭了 嘴里一直嘟囔贤哥骗人 熊孩子你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少添点麻烦吧 秀姐也有些担心,偏偏又一直联系不上贤哥 盛美见状,有些生气地吐槽秀姐 没发现贤哥最近怪怪的 而且很不了解贤哥 不论是贤哥的朋友,连一个能问的人都没有 咱们的贤哥和猪猪的暧昧举动 怕是给女儿带来心理阴影了 秀姐也被说到有些不好意思 只好拉下脸托人问问有没有关于老公的报案 结果,隔天还是没有收到消息 不仅如此,秀姐去上班的路上,还被眼镜的手下堵门 好在秀姐大风大浪,早就见惯了 借着被吸引来的媒体向检方施压 再加上供查处一众同事保驾护航 总算成功突围 另一边,贤哥找到了神秘杀手的藏身点 两人一通激烈搏杀 最终,贤哥负伤险胜 贤哥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 从小到大打架就没输过 紧接着,大雄也找了过来 他们找来时,神秘杀手已经被绑了起来 身边摆放着各种作案工具 家里的电脑搜到了各种作案后拍摄的照片 谨慎的大雄决定对神秘杀手灭口 他万万没想到贤哥根本没离开 躲在暗处的贤哥偷偷拍摄大雄 给神秘杀手打毒针 结果,还没拍到注射 手机就没电关机了 这说明了充电宝在关键时刻是多么重要 之后,木木警官接收了神秘杀手的案子 经过现场DNA比对和找到的视频确认 就是他杀了阿斗 神秘凶手放下的另外几起悬案 也因为在他家收到的照片随之告破 这时,木木警官收到了袁忠的电话 说是昨晚卷入案子的李哲奎 是国情院的特工 警方不用继续追查此人 袁忠之所以如此 是收到了大雄的委托 先前两人共同的老大洛书 明显表态不希望贤哥的真实身份曝光 此刻,贤哥带着虚弱的身体回了家 他从盛九口中得知 儿子已经知道了自己连续说谎的事 好消息是盛九没有把贤哥没去医院 和老李早就过世的这些消息告诉秀姐 之后,贤哥给手机充上电 打给秀姐说是昨晚老李突然过世 他忙着处理伤势和守灵 中途和其他人喝了点酒睡着了 加上手机一直没电 所以才失联了一晚 话说你就这么拿你爹做挡箭牌 真的好吗 挂断电话后 秀姐想起了女儿说自己都不了解贤哥 内疚的秀姐一回家 就询问最近老公有什么烦恼 听儿女说贤哥最近都不在店里 贤哥只好借口说老李身体不好 他要经常去照看 这番话刚好被盛九听到 幸好 他最终还是没有戳穿老爹的谎言 但是本来就有自闭症的小儿子 怕是更加自闭了 暂时躲过一劫的贤哥去找了老吴 听说大雄又在暗地里推不住栏 老吴脸上写满了担忧 另一边 秀姐在眼镜关押时间到来前犯出了大招 八年前有一个警察 暗中调查署长受贿 结果不小心曝光了 基于官官相护的原则 眼镜向警察索要证据 在遭到对方拒绝后 眼镜以妨碍公务消除证据的嫌疑 发起诉讼 最终靠着巧识如簧和人脉关系把警察送进了大牢 最后的最后 警察选择了自我了断 如今 秀姐将用相同的诉讼逻辑来提出 眼镜如果赢了 眼镜的罪名就会坐视 就算输了也说明眼镜当年办了冤案 不愧是秀姐呀 智商没得说 最终 眼镜选择了交回强书案件的证物来自保 秀姐并没有因此就心情大好 最近心事超多的他把好姐妹上雅约了出来 吃饭谈心 好不容易状态好了一点 回家路上又遭遇了暴击 前方大型修罗场提醒 猪猪跑来找贤哥 诉说这些年的不意 情到能识 抱住贤哥 感慨当初 他俩要是能在一起 现在的生活也不至于怎么落魄 你省省吧姑娘 人家贤哥早就对秀姐一心一意了 为此还背叛了组织 贤哥知道对方过得很惨 也没忍心推开 有意说依贤哥这就不对了 既然是个有家事的男人 还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 分别前 猪猪送给贤哥一句话 像我一样坦白 你就能感到自由 秀姐全程在车上看着 他让上雅什么也别说 打算自己处理 这浓浓的错位 要不是秀姐挡着 上雅怕是都要破口大骂渣男了 先一步回家的秀姐 等来了贤哥 在秀姐的试探下 贤哥解释说自己刚刚运动去了 你还好意思说你运动去了 罗志祥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见贤哥一直藏着瞒着 秀姐忍不住问起贤哥 刚刚抱的人是谁 面对正妻的发问 这下贤哥慌了 随机应变 解释说对方名叫猪猪 是贤哥保育院的好友 两人多年没有联系 直到秀姐当了公查处处长 猪猪这才找了过来 这道说辞 没能让秀姐完全接受 换谁来都接受不了 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剧 隔天 贤哥给大雄发去对方 给神秘杀手 打针的画面 两人相约到天台见面 贤哥从警方没有追查 自己原本的身份 里折盔这一点 断定是大雄帮忙做了手脚 为的是避免牵扯出具保盆计划 贤哥要大雄滚出公查处 否则就曝光视频 届时 国情院绝对不会保大雄 大雄警告贤哥要敢放出视频 他和秀姐这对夫妻都逮死 这段看似无用的剧情 在大雄走后迎来了反转 原来贤哥手机开了录音模式 一直藏在鞋里透露 紧接着 贤哥立刻把这段音频剪了一份 命名为大雄的丑态 烤进了优盘里 紧接着又搜了快递公司的号码 计划将优盘寄给秀姐 提供老婆警惕大雄 遗憾的是 大雄的手下偶然发现了贤哥 经过跟踪 看到贤哥在对面大厦 住了一间办公室 你说巧不巧 那么长时间都没发现 这刚准备有突破性进展就发现了 大雄等人趁贤哥不在时 潜入发现 贤哥一直在监视他们 还在贤哥的电脑上 找到了天台谈话的剪辑 还有网站搜索快递公司的记录 大雄立刻让人去快递公司查看情况 另一边 公查处查到了嫁祸强书 受贿案中的行李箱型号 他们一路查到了卖行李箱的店 揪出了负责买单的女人 伴随着公查处的主动接触 女人慌得不行 当晚就去见了幕后黑手袁中 两人密切接触的照片 被迅速拍下来发回公查处 这张脸和上次曝光强书收钱的人对上了 这意味着果然有人在背后推波住了 阿秋也认出了袁中的脸 脸色顿时微妙起来 看来袁中这一身份离曝光不远了 夜里 秀姐回家后 收到了贤哥匿名寄来的优盘 贤哥跟在一旁 准备在音频播放后 煽风点火 提醒秀姐警惕大雄 没想到音频内容竟然被赶了 变成了当初贤哥和秀姐 姜哥跟金泰烈在酒馆喝酒时 秘密向上级举报金泰烈行踪的内容 好在贤哥当时用的是李哲葵这个名字 秋姐没有怀疑到贤哥身上 之后心烦意乱的贤哥到天台透气 结果接到了大雄的电话 音频内容被换正式 来自大雄的警告 下一集中 贤哥带领妻子离去 另一边猪猪将杀害金泰烈的录像发给了秀姐 并约秀姐出来见面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点个赞 点个关注获取最新电影解说 我先试试到这个小伙伴们 试试票 感谢观看